第三場 動土儀式完成 新北市長侯友宜率領施工團隊 一同祈求工程平安順利 這裡是新北市泰山區 未來市府將增設一座地上兩層 地下也是兩層的櫃子坑抽水站 櫃子坑抽水站 主要是針對汙子海峻松外 還有泰山周邊 新北大道周邊的道路 沒有辦法重力排水的時候 它可以駐排 所以對整個防洪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效能 櫃子坑抽水站 預計在明年底完成 將會新設四台抽水機 還有兩台抽沙泵 提升防洪能力 預計可以為重化區增加8900噸 約3.5座游泳池的製洪空間 解決新北大道四段 強降雨期間排水不及 道路積水的問題 我們在有限的製洪池 如何提早預充 我建議展覽先前 便利預算3.4億 市長侯友宜也希望把錢 劃在刀口上 櫃子坑抽水站 和其他站體最大不同 就是面對好雨來臨前的 預抽模式 加強輔助重化區 下水道系統排水 可以有效預防水患 TVBS新聞楊清波 徐頓新北報導